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基本的输入输出流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大家能够熟悉输出流的概念及使用方法 输入输出又称为IO操作 输入是指在程序运行时 由输入设备向程序提供数据 这个输入设备通常指键盘 也可以指话筒、扫描仪等等 输出是指将程序的运行结果在输出设备上进行显示 输出设备通常指显示器 但也可以是打印机、音响等 在C++语言中 数据的输入和输出是使用系统所提供的输入流对象CIN 和输入流对象COUT来完成的 咱们在第二节介绍HelloWorld的时候 就是使用COUT来输出的 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 同时我们也知道 在使用COUT的时候 要包含Lstream.h头文件 首先让我们来介绍一下标准输出流 COUT被称为标准输出流 是Council Output的缩写 表示向控制台应用程序输出 它的格式是COUT后面跟两个小一号 两个小一号被称为输出操作符 用一项COUT的输入流中插入数据 输出操作符后面跟着数据 被输出的数据可以是长量、变量 或是一个别达式函数调用 我们在使用C语言中 PrintF进行输出的时候 经常需要检查输出数据的类型 比如说把他号D表示anti类型 -F表示浮点型 -S表示字符串类型 但是在使用COUT的时候 系统会自动的判别出输出数据的类型 如果说配出的数据是长量和变量的话 他就输出他们的值 如果是一个别达式的话 他就会输出别达式的结果 如果是一个函数调用 那么就会输出函数调用的反位值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些代码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在第二节 最上Halloware的时候的一个程序 Halloware自不算是一个长量 那我们也输出一下其他长量 比如说我们输出 Int类型的一个长量20 为了区分呢 我们在后面加上一个换行 下面呢 我们再输出一个float类型的 一个浮电型的 比如说30.32 那我们再输出一些变量 就是我这里定义一个变量 i等于100 然后把i输出 下面呢 我们再输出一个表达式 比如说我们输出一个i 乘以2 乘以2 加20 在下面呢 我们要输出一个函数调用 我们在这里定义一个函数 比如说定义两个 定义函数返回两个值之和 return a 加 b 我们在这里输出 定义下函数 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在每次选 c auto的输出的时候都会写一下std 然后表示他在st这个命名空间中 这是很很麻烦的 其实我们可以使用这样一句话 叫using namespace std 这样呢 我们就告诉编译器 就是我下面所使用的一些标识符默认 都是从std这个空间中引出的 这样呢 以后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就可以把std给省略 就是我们把它去掉 这都是可以的 或者另外一种方式 我们直接using std in detail using std c out using std 表示呢 我使用的这三个标识符是从std中引出的 单独使用它们的时候也不需要加std了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看你喜欢的一种方式 这边呢我们运行一下看一下结果 我们可以看一下 第一行呢 是 是Hawatt 自负转长量 第二个呢 是20 长量 第三行是30.32 也是一个浮电型的长量 第四行是输的变量i 是100 第一个行呢 输的一个表输式的值 i是100 乘以20是200 加20 220 第三行呢 是一个函数调用 是指示30 所以对了 而另一件结束 除了上面这种每行输出一种数据的方式呢 我们也可以一行输出多个数据 这多个数据呢 使用流输出符连接起来 我们看一下 就是我现在输出 Hello 空格 再输出 endl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Hello What 跟一次输出一个 Hello 作用刷效果是一样的 另外呢 我们在第二节介绍 Hello What的时候 也说过 endl作用是换航符 其实呢 它还有另外一种作用 它作用是刷新流缓中区 那什么叫流缓中区呢 我们在定义流对象时 比如说Cin和Cout时 这时候呢 系统会在内存中开输一座缓中区 用来暂时存储输入或者是输出的数据 执行Cout的语句的时候 系统会先把这些数据插入到流缓中区中 直到缓中区满了 或者说遇到了endl 这个时候呢 才将缓中区的数据输入到屏幕上 这个缓中区是系统用来暂存数据的一个地方 endl在换航同时也会刷新缓中区 同时具有刷新缓中区的 还有另外一个控制服 叫Flash 它的作用只是用来刷新缓中区 没有换航到这个作用 我们看一下如何去使用 就这样 比较简单 它没有任何输出 在上面呢 我们介绍了使用Cout的输出数据 Cout中还可以使用流控制服 来控制数据的输出格式 使用这些流控制服 需要包含流控制服的头文件 它是iomvnip.h 下面这几个是比较常用的控制服 我们来分别看一下 DC呢 是将后面输出的数据的格式 是设置为10进制 hex是16进制 oct是整样为8进制 Citew呢 后面跟着一个参数 它是用来设置输出的宽度的 Citeprecision呢 也跟着一个int类型的参数 它表示浮点数有效数据的位数 Citefile呢 跟着一个Chart类型的字符 用来填充bndl呢 用来换行 这个比较简单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去使用它们 首先呢 我们要包含一下流控制服的 投文件 叫iomvnip 包含之后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Citew 用来设置输出数据的宽度的 但是呢 Citew只对 跟着它后面的这个数据有作用 再往后的数据 它就不起作用了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Citew跟着我说是10 然后输出一个2 然后再输出一个3 然后换行 如果说你想让三起作用 怎么办呢 在3前面再放一个Citew 到n的数据 比实际输出的宽度大的时候呢 数据是靠右输出的 那左面不够的话呢 会补上空格 比如说2 它是一个字符呢 是占一个字符 但是咱们设置它的宽度 是10 左边会补上9个空格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可以看到2左边呢 补上9个空格 而3呢 是靠左输出的 因为我没有给3 设置宽度 关于Citew呢 还有点是要注意 如果我们设置的宽度 小于数据的实际宽度 那么Citew就不起作用了 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DCEX OCT 它们是用来设置数据的 在默认情况下 Citew是使用10进制来输出的 但是我们可以使用 HTX OCT 将数据的输出格式 设置为16进制 或者是8进制 一旦设置成某种进制之后呢 就会按照这种数据输出 直到你改变它为止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去使用它们 比如说现在是10进制 那我们设置成16进制 HTX OCT 甚至现在输出16 我们再设置成 使用8进制来输出 比如16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可以看到 16 按16进制输出的话 是10 16按8进制输出 1210 这是对的 另外呢 因为我们最后设置的进制 是8进制 所以呢 以后如果再输出的话 默认都是按8进制来输出的 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Sitefail Sitefail呢 是用来填充字符的 当字符的实际宽度 小于我们设置的宽度的时候 那么可以使用Sitefail 来设置要填充的字符 比如说我们刚才设置的 2的宽度是10 那么左边填充了9个空格 比如说我们不想输出空格 我们可以使用Sitefail来改变它 比如说我们使用 信号 来替换默认的空格 大家可以看到 左边填上了9个信号 电键 送鱼的一些套套符呢 不是很常用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这里呢 我们就不介绍了 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标准输入流 在CX程序中 数据的输入是采用CIN流对象来完成的 格式是一个CIN 后面跟着流输入符 流输入符后面是变量名 多个变量名呢 使用多个流输入符连接起来 CIN是系统预定义的一个标准输入设备 默认式键盘 当程序在执行的过程中 如果遇到了CIN呢 程序会暂停执行 并且等待用户的输入 当用户输入完之后 CIN会从流中取得相应的数据 使用CIN呢 一次可以输入多个变量 可以用空格置表符和回车 作为输入两个变量之间的分隔 空格置表符和回车呢 被称为空白字符 如果说我们输入的是一个字符串的话 空白字符是不会被输入到字符串里面的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代码 跟COUT一样 我们在使用CIN的时候 也不需要判断数据的类型 CIN会自动识别 下面呢我们分别输入几个不同类型的数据 大家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我们定义一个IMG类型的一个数字 命名为Number1 第二个是Flows类型的 命名为Number2 第三个呢我们使用一个字符串 由于呢我们前面已经使用了Stream 所以说我们这里定义一个使用Stream类来定义一个类型 我们前面也说过在使用Stream的时候呢 需要包含Stream的头文件 这里包含一下 Stream呢也是定义在std这个名的空间中的 因为我们已经使用了using namespace std 所以不需要在它前面加std了 下面呢我们来输入三个数据 输入完成之后呢 为了为了能看到输入的数据 我们使用Cout来输出一下 No.1 换行 No.2 Stream 我们来 运行一下看一下效果 这个时候呢程序啊在等待我们的输入 我们输入单器类型的 比如1000 我们刚才也说过 我们在输入两个数字的时候呢 可以使用空白字符作为间隔 可以使用置表符 空格或回车 这里呢我们使用回车 回车一下 我们输入第二个符数字 第二个数字呢是符点型的 我们输入点 输入1000点32 我们这里也使用空格作为间隔 下面呢我们输入一个字符串 我们输入一个字符串 比如说我们输一个hello 我们也点回车 可以看一下结果 1750 1000点32 hello 大家是不是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输入的结果是1750呢 那要是我们输错了吗 这里呢 到底有没有输错呢 这里呢我们可以调试一下 大家还记得怎么去调试吗 订阅结束 我们看一下 到底是不是我们输错了 那么一 我们输的是1000 但输入结果是1750 这里呢我们 来验证一下呢 我们在这里下一个断点 单击 左边的这个灰色区域 我们开始调试 我们仍然按照第一次的输入 第一次我们输1000 第二次输入1000点32 第三次呢输入一个hello 回车 可以看到 现在程序已经停止到 Cout这个语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Cout的值 可以放在Cout的上面 可以看到 NEMO1确实是1000 但为什么输入的结果是1750呢 这里呢 其实呢 跟上面这句Cout的这句有关 我们在将程序输入的禁制 设为8禁制 所以说输出的1750 正是10禁制的1000 另外这个制式呢 我们可以通过右击来修改 或者是10禁制 默认是10禁制的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编辑一下这个值 再可以改成你希望的值 大家可以看到 调试技巧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以帮助你 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找到问题的根源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 能够重视调试 它可以让你事半功倍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为了防止干扰呢 我们把下面这几话 就是掉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例子也是比较简单的 这个例子呢 循环 循环呢 从键盘接收 字符串 然后将这个字符串打印出来 比较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随便输入几个字符 可以看到 我们输入什么 它有打印什么 这是 大家没发现 我没有办法退出了 那怎么办呢 这里呢 我们采用这种方法 我可以在程序里检测 那如果说输入了一个 特定的字符串 比如说我输入了 exit 就表示我要退出这个程序 这时候呢 就从循环率break掉 这里呢 我们再试一下 我们随便输入 这时候输出exit 回车 可以看到 程序已经从显环里退出了 另外一种设置的方式呢 是使用Ctrl-C 我们来试一下 可以看到 关于C呢 我们在后面 介绍文件书的时候会介绍 今天的内容就这样 下一节呢 我们会介绍 STL中的Stream和Vector 请倒下 前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